画面上是由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日本工程县登米市市长熊谷盛广 跟两市的议会议员等贵宾 在步道入口处为工程偶来的红色小马异象揭牌 期盼透过双方步道互访交流 让更多国际旅客认识基隆跟满东峡谷步道 据了解在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积极媒合下 淡蓝国家绿道跟日本工程偶来友谊步道长跑六年 因此在2024年台湾步道日前夕 日方特别组团来台设置工程偶来红色小马异象 希望让淡蓝国家绿道让国际人士更加了解 而活动现场来了许多游客体验步道 主办单位也安排导览老师 让大家更加认识暖东峡谷步道 两位孙子要走淡蓝古道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非常欢喜 今天要走的这条古道呢 就是所谓我们淡蓝古道的一条中路 那么这条中路呢 就以前所谓的那个商业往来 最主要是商业往来的一条古道 从那个石温窑啊平溪啊 所有的物质都往这边这条古道来送 所以这条古道现在已经列入一个国家绿了 绿郎古道了 基本上上面是没有住家 所以它的森林的覆盖利用 现在目前这里还是我们国家的灵业属所管的保安林 保安林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维护野奶的生态 所以是这边的森林哦 分多金浓厚 溪谷里面有护离子 所以你来这里的话 吸一口气就可以活一百年 那一般人都会比较喜欢的 比如像台湾蓝雀 在这条路线上 在我软软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竹巢还是活动也非常多 包括最近四五月的营火虫季 包括最近我们台湾又发现的第三种的水生营 这就是在我们软软 那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荣幸 作为我们淡然代表路段之一 可以跟日本的灯米步道 缔结国际的友谊步道 所以很高兴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来举行我们台日的 不仅是步道的交流 也是台日的友谊的交流 祝这一次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希望日本的贵宾好朋友身体健康 台湾的好朋友也是一样 全家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场的暖东峡谷步道剑走活动 日本贵宾及许多爱好山林 风光的剑走民众 透过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下 走入淡蓝百年山境 深度体验 基隆暖东峡谷步道的自然生态 人文产业之美 让大家都满载而归 记者 丁克宇 陈淑萍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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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